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先来聊一聊 捷克的外交部长 与台湾驻捷克的代表 进行了公开的会面 那捷克的外长呢 还把这次会面的内容和照片 都发布在他的推特上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完全公开 没有任何遮掩的 捷克与台湾之间的官方的互动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那去年呢 捷克有一次选举 那执政的政府有换过 所以说大家都在观察说 捷克的新政府 那会不会跟台湾之间 会有重大的外交上面的突破 那会不会捷克能够跟立陶宛一样 为台湾证明 这都是大家观察的一些 期待的一些内容 那这一次呢 捷克的外交部长这么大方的 没有遮掩的跟台湾驻捷克的代表互动 我想呢 你能看到这个迹象是好的 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之前呢 虽然大家也知道捷克呢 内部有很多人非常的友善台湾 包括2020年的时候 捷克参议院的议长 维特奇 他率领访团访问台湾 那在台湾的立法院 发表演讲说 我是台湾人 当时是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 那一次捷克的访问团也开启了 之后 络绎不绝的来台湾访问的 这种世界各国的访问团 那但是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非常友善台湾 力挺台湾的是捷克的参议院 而捷克政府的政策呢 其实很多时候也并没有跟上 那因为捷克内部啊 当然就跟世界上的所有民主国家都一样 内部都有很强大的 亲共产中国的势力 那但是呢 因为去年的这一次大选 那新上来的这一个政府 是比过去的那个政府更加的友善台湾的 那从这一次的互动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那这一次的会面呢 是因为台湾捐赠给捷克红十字会 150万美元 用于呢 帮助乌克兰的 人道主义救援 那具体这150万美元的构成 多少是台湾人的 政绩乌克兰的账户的专款 多少是台湾政府的 那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闻稿 那我看到之后呢 会给大家再更新一下 那但是呢 这一次我觉得会面 被披露出来的这个价值 真的是不亚于 这一次捐款本身 是很重要的 这样外交上的一个风向 一个风向标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下 台湾政府又捐赠了50万美元 帮助乌克兰来对抗假信息 这是台湾政府的捐款 是台湾政府的拨款 那这50万美元呢 是捐赠给 无国界记者组织 在乌克兰的城市 利维夫设立的媒体自由中心 那他们呢 就是在帮助 在乌克兰的这些记者们 无论是给他们提供一些 保护的装备呀 还是进行一些训练呀 包括提供心理咨询呀 各个方面的交通运输上面的帮助呀 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们当然也帮助记者们 彼此沟通交流啊 那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来对抗假信息 所以说这50万美元呢 是捐赠给这个媒体自由中心的 那现在记者在乌克兰的报道 其实是面临很大的风险的 那根据乌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啊 那目前已经有7名记者啊 在乌克兰不幸身亡 那是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因为俄罗斯对于平民啊 是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攻击 那包括甚至是 有的时候他会专门的去猎杀记者啊 那也包括最近这一次自由欧洲的制片人啊 制作人啊 那他呢就是不幸啊 死于俄罗斯对基辅的轰炸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来支持帮助援助记者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这样的一个行动啊 那这是关于这一笔啊 台湾政府啊 来帮助乌克兰应对假信息啊 来帮助在乌克兰的记者的啊 这一笔50万美元的捐款啊 那接下来呢 我想稍微聊一聊 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这个话题啊 因为呢 就是有一位比利时国籍的YouTuber啊 叫做西兰的啊 他呢过去两年多呢 本来是在上海生活 他也觉得在上海生活的也不错啊 那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他还很喜欢上海 那他好像是 这个比利时和中国的这个浑血吧 所以说他中文也非常非常好 那结果呢 在上海封城之后啊 他的生活当然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啊 那他就提到说 原本呢 说是啊 这个共产中国官方说是封到4月5号 那当然他也没有准备更多的东西啊 他以为这个共产中国跟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是一样啊 至少你应该说话算话嘛啊 那他也没有准备 结果从4月5号 根本啊 那就是啊 解封是遥遥无期啊 一直封到了现在 那而且呢 是关键是说 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解封的日期啊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去问啊 那只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 那当然他就缺吃的啊 那这个社区发了三次啊 物资啊 但是都少得可怜啊 那就是那么一把蔬菜呀 一点土豆啊 甚至最后一次只发了八颗鸡蛋 只发了八颗鸡蛋啊 那要是靠社区早就饿死了啊 那他也提到说这个虽然说你也可以啊 进行这个团购啊 但是团购呢 也很多时候都是啊 买不上的啊 或者是极为昂贵的啊 那让他最为震惊的 就是说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反抗啊 那呃 其实我觉得啊 很多人都高估了共产中国的惩罚啊 所带来的影响 而低估了这一种啊 训练带来的影响 那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啊 中国人的解读认为说啊 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啊 是因为害怕惩罚 啊 害怕后果啊 那我觉得你害怕惩罚和后果 只在一定的啊 程度内啊 它是啊 解释得通的啊 就譬如说啊 你如果去反抗啊 你可能会被关进牢里几年啊 那你如果不反抗啊 你勉强还能够正常生存下去啊 那你当然你可以说你衡量之后选择不反抗啊 但是上海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上海因为封城死亡的人数啊 那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人啊 非常大量的人 无论是因为得不到医疗啊 得不到啊 及时的治疗 那而死亡还是干脆就是被饿死啊 被饿死的都很多很多 那我之前听到说就是 比如说这种在社区里面的老人呀 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呀 说就光他们一个小区啊 那死亡都是啊 数个老人啊 那整个这个社区 那几十名啊 老人的死亡都是很正常的啊 非常普遍的啊 你包括现在披露出来的 有复旦大学的校友啊 在家里死亡的啊 说桌上只有一碗白饭啊 没有其他任何吃的东西啊 那人们就怀疑他可能是饿死的 那包括说啊 还有一个南非的 在上海的一个英文教师啊 人们也怀疑他是饿死的 那南非政府呢 证实了啊 说啊他死亡 但是没有证实他的死因 那的的确确啊 因为饥饿啊 或是因为啊 得不到必要的药物啊 或者是啊 得不到必要的治疗 死亡的人在上海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是无法用害怕惩罚来解释 是的啊 因为说你比如说你去反抗 可能你会被抓进牢里坐牢啊 进监狱啊 但是至少进监狱不会死 但是你反你不反抗啊 你不反抗啊 会死啊 那这是完全说不通啊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以我个人在共产中国的经历啊 我觉得害怕惩罚啊 它只是呃代表了一部分人啊 一部分他非常非常懦弱啊 他啊什么事情啊 他都害怕惩罚的人啊 而更大的这种啊原因啊 是说中国人想不到要去反抗啊 想不到要去反抗 我觉得最鲜明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克拉玛伊大火的那个例子 那在新疆克拉玛伊啊 在啊 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啊 发生过一次啊 这个在礼堂中的一次大火啊 那领导呢 是坐在这个礼堂的前面啊 学生坐在礼堂的后边啊 那因为他们是要看表演嘛 看演出啊 领导当然是要站最好的位置啊 那在火灾呢 是从啊 这个啊 去表演的啊 这个前面啊 在表演的这个主席台上面啊 那爆发的火灾 也就是说其实后边的学生应该是更安全的 而前面的领导更危险 那逃生的出口也是在后边 那你按照理论上来说 应该学生是最容易跑出来的 那领导啊 倒是有可能会死在里边 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却相反 那领导大部分啊 都平安的逃出来啊 那学生啊 却死亡的非常多 那很多生还者都回忆说 当时听到有人在喊说 学生们不要动啊 让领导先走啊 让领导先走啊 就是当时这句话 就是啊 所有人都记得的 就是克拉玛一大火的 呃代表的这一句话 就是让领导先走 啊 那当时甚至有学生就坐在啊 这个出口的旁边啊 最终也是啊 死亡的 那他肯定就是非常乖的啊 就是坐在座位上 让领导先走啊 那我相信有一些孩子 肯定是他不听话啊 他跑出来的啊 但是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孩子们啊 他是听话的啊 那所以说你这是不能用惩罚来解释的 那你说这些孩子是怕什么样的惩罚呢 老师没有说你们谁敢走 我就要开除你啊 我要怎么怎么样你 没有啊 当时就是老师的一句话说让领导先走啊 那大家就乖乖的坐着让领导先走 他是一种啊 一种训练啊 他真的是一种训练啊 那哦就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就经常能够回忆起我在小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时呢 就是说这些小学生啊 我们这些小学生经常被叫去啊 这种你知道这种独裁国家 共产国家 他们这种非常大的场面嘛 去比如说什么地方有一个典礼啊 就把小学生叫去放气球啊 放鸽子啊 就是排成一个队列啊 举着什么样的旗帜啊 那就经常小学生被叫去做这些事情啊 那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冬天 很冷的一个冬天 那老师呢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气球啊 让我们把这个气球拴在我们手指上面啊 然后说等到一声令下的时候就把这个气球放开啊 而且还不能戴手套啊 你就必须啊 这个手指就裸露在这个寒风中啊 握着这个气球啊 那因为我从小就是个非常非常怕冷的人 非常非常怕冷 那又是冬天啊 那就是真的是你浑身哆嗦 而且手指动到是 是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痛的啊 动得非常痛啊 非常寒冷的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我就是不敢把这个气球放开 那我也不敢把手揣进兜里 那当时呢我的家人啊 刚好呢也在当时的这个现场啊 那我家人当然非常非常心痛啊 那就觉得说哎 那我那么小啊 就在寒风中啊 那手指就这么在裸露在寒风中这样受冻啊 所以我家人呢就偷偷的跑过来啊 就是握着我的手啊 就握着我的手握了一会儿啊 那后来呢也只能离开啊 那你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办法 那当时其实后来很多很多年 对我来说我是不太想得通这件事情的啊 因为第一我想不通我自己为什么这么乖啊 就不会说把这个气球放走啊 或是把手揣进兜里啊 第二呢我也想不通我的家人为什么这么乖啊 就他那么心痛我 那会来来捂我的手啊 但是也不会告诉我说 你把气球放走就好了嘛 你就把手揣在兜里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忍受 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完完全全不会列入 我和我的家人的考虑的啊 是不会的啊 那就是从头至尾啊 就是咬牙忍耐啊 无论这个忍耐的后果是什么啊 无论这个忍耐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咬牙往下忍啊 忍到死啊 也要忍耐啊 那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啊 这个原因远远大过害怕惩罚啊 远远大过害怕惩罚啊 那我想可能啊 没有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啊 没有像我们这样经历的人 可能是很难很难理解的啊 这也是中国人最不幸的地方啊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觉得中国人中啊 勇敢的人那么少啊 因为中国人他要跨越两层障碍 第一层就是人天性中的懦弱啊 就是害怕惩罚啊 第二层就是这一种思维上的一种定势啊 这种最最本能的被训练出来的这样一种反应啊 你要跨过这两层障碍你才能做到说去反抗啊 那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啊 所有的人群中啊 都有人是勇敢的啊 都有人是不害怕惩罚 不畏强权的啊 但是在中国这一批人啊 他们绝大多数是被困在啊 这样的一个思维定势里面啊 脱不出来 逃不出这个思维定势啊 因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啊 我不是一个害怕惩罚 我不是一个非常恐惧惩罚的人啊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啊 那对我来说 终究我没有放开那个气球 是因为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啊 我没有想过我应该啊 我认为我必须啊 去啊握着这个气球 我必须等老师的指示啊 这是这是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限制啊 那就是关于说 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啊 那接下来聊一聊乌克兰的状况啊 那俄军呢 说现在据说是在加大攻势啊 尤其是在乌东和一九亩地区啊 但是呢 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啊 仍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啊 但是有一些小的进展啊 但这些进展都付出了不成比例的啊 这种伤亡的代价啊 那对于乌克兰人来说的话呢 那很多人认为说 这其实是一种成功啊 那其实是在复制 在基辅周边的那个战况啊 就是说俄军的进攻啊 是要付出极大的伤亡啊 那乌军呢 在这个过程中啊 极大的杀伤了俄军的部队之后啊 最终啊 你不要看说俄军占了那么多的地方啊 但是最终他只能退啊 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啊 因为他们伤亡大到啊 他的这个军队已经没有继续作战的能力了啊 那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现在你看到说 俄军有一些小的进展啊 不代表他很顺利啊 不代表他很顺利啊 那但是呢 也有一些 当然啊 乌克兰军队的伤亡啊 传出来 那包括就是在开战之初啊 传的非常广的 叫做基辅战轨的啊 这样一个当初在开战第一天啊 就击落了六个六架俄罗斯的军机的啊 这样一位飞行员啊 那么现在传出的消息是 他在3月13日的时候啊 被俄罗斯的战机包围啊 那不幸啊 阵亡 那但是呢 他自从开战啊 之后啊 击落了超过40架的啊 俄罗斯的战机啊 那是战功标柄啊 那他才仅仅29岁啊 那留下了啊 一个妻子和一个8岁的儿子啊 那乌克兰呢 会给他颁发最高级别的啊 这个勋章啊 那可以说呢 在开战 刚开始的时候啊 基辅战轨啊 那是极大的鼓舞了乌克兰的民心士气啊 那当时是 很多人还说基辅战轨是个传言并不存在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基辅战轨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呢 他还是寡不敌众啊 不幸牺牲 那不知道说这个战机什么时候啊 能运到乌克兰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波兰和斯洛伐克在谈 说波兰可能会帮助斯洛伐克 来捍卫斯洛伐克的领空啊 那让斯洛伐克得以啊 把这些啊 苏联时期的这些战机啊 能够给到乌克兰啊 但是现在呢 啊 就是说现在仍然是在啊 进程中啊 正在商议中啊 到底最终有什么样的结果 还不清楚啊 那包括说西方国家的这些武器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啊 能够啊 能够帮助乌克兰来扭转战局啊 那现在呢 也还不知道啊 他也毕竟受限于这个物流啊 还有啊 这个训练啊 因为乌克兰军队 他毕竟熟悉的是啊 苏联时期的这些武器嘛 那他们要大范围的使用 啊 西方提供的啊 自由世界提供的武器啊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和磨合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俄军的伤亡是极其惨重的 那而且现在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很好笑啊 听说是啊 这个普丁啊 要亲自指挥 要亲自指挥 听说现在俄罗斯的日常事物啊 就都交给总理了 普丁要亲自指挥战事 那这应该对乌克兰来说 是个好消息吧 应该是个好消息啊 这些独裁者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啊 通常啊 对这些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灾难 通常都是一个灾难 那还有一个消息啊 那让人觉得俄罗斯实在是很糟糕的啊 就是说听说现在 这个透过美国的一家企业的卫星啊 那有专家辨识出说 俄罗斯呢 在俄罗斯军队的黑海的港口 部署了两个 这个拦截海豚的围栏啊 就是养海豚的围栏啊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到底俄军啊 俄国的海军要用海豚做什么 有些人认为说 这些海豚是用来啊 可能是守卫这个黑海的 这个俄军的港口的入口 但我也听到有专家认为说 很有可能这个海豚是用来 被俄军使用 实施自杀性的袭击的 就是他们会给海豚身上绑上炸药啊 驱使海豚到一些 他们想要炸毁的一些 这个地方啊 那然后引爆这个炸弹啊 让海豚和他的这个 俄军的目标一起被摧毁 这也是让人觉得 非常非常气愤的啊 就是说俄军连海豚都不放过 也要拿来啊 进行战争啊 这都是俄军的种种的 极其残暴的这些行为 那但是呢 就是说到底海豚啊 能不能帮助俄军取得胜利啊 包括普丁亲自部署啊 能不能让俄军取得胜利啊 我觉得基本希望不大啊 你包括现在美国这边也有消息说 现在俄军的这个精准的导弹啊 已经所剩不多啊 所以说他现在都是使用这种啊 没有没有精准的能力的啊 这种狂轰烂炸的这些啊 进行轰炸啊 因为他精准的这些啊 制导吧啊 那他都是需要啊 西方提供的这些零部件啊 现在他是拿不到的啊 所以说啊 我觉得啊 俄军现在是垂死挣扎啊 应该是垂死挣扎 所以才用上海豚啊 普丁还要亲自部署啊 但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大作用啊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啊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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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